谢谢大家这么早就来参加我们早上的这个场次 那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呢 是来自俄罗斯的林仁耀老师 他本身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到许多的城市去观察 很乱很繁忙的街道跟巷弄 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的看到的城市景观啊 就有会开始想象从现在的2021 然后一直倒数到历史好久好久以前 可能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的样子 那他今天呢在那个我们的现场呢 有带来了他去上海啦北京啦 还有他在他的国家那个俄罗斯 还有许多的香港啊 还有我们台湾的许多地方的不同的插画 那在我们等待的同时呢 林仰 我又介绍了一些 的一部书的名字 of the city you ever visit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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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诗语 是一部书的城市 像是一部书的 第一部书的 我认为第一部书的城市 我开始在这部书的 然後我開始進行過程序 從第一位到第二位 所以這是我的家庭 然後我去到Moscow OKOK Moscow 他說這本書是綜合型的城市 然後他第一個去拜訪的城市 就是當然他的書名是 巴翔跟France是屬於 就是俄羅斯跟法國 然後他打開的頁面還有香港 還有莫斯科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城市 Moscow 就是莫斯科他的國家 看得到嗎? 今天這個只是幕後花絮 如果想要來看解封之後 可以預約來圓林故事館 看現場的畫作 好 我們今天的主講人跟與談人 兩位老師都在現場了 我們今天的活動就要開始了 OK 大家早安 不好意思 剛剛路上有一點點霧了 今天很高興 我們有機會請到 這首部會這一本書的 參考跟作者 任雅老師 任雅老師來當現場 任雅之所以會來胡偉 是因為 我們故事人前 在一兩年前到 桃園的 中平路故事館去 營運 這個故事館 一兩年的時間 他在這個期間 因為人家在中壢 所以呢 他在那個 我們中平路故事館的外面 就看到那張畫畫 就開始畫畫 然後就說 他在一張畫室 然後送他 那種 一看就覺得 這個是太讓人感動了 然後就邀他來談說 他的這個畫圖 自己在做的這個旅行 有做什麼 可以感受到的所為 用不像表達的故事 任雅家有沒有發現 他有一個非常值得 我們今天跟當家分享 原來他畫這一切 是因為那個當下的作文 跟這個建築課 是在當下的那個環境 是非常改動的 他心中有這樣的感受 他才把他的感受 畫出來這樣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這個 開始之前 我稍早有聽我們 那個 梁老師有介紹這一些書 Have you finished You could say hello to everyone Oh yeah I'll write the same Oh good So yeah I can just notice something Okay So here interesting moment It's my style little change When I go to Asia When I saw here for example It's like my Moscow drawings This is in Russia Yeah Moscow Okay So then I was go to Shanghai And so because it was for me A very big culture shock Like No I was first time in Asia In my life So I find Another thing To focus on If like before Yeah before I would start from drawing Historical spots So mostly like Old and Worn out Places Right This was my topic Right But then when I go to When I was in Shanghai I Everything was different You know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 was already a couple of years Drawing in the streets You know almost everyday Go and draw somewhere I know I see something What usually people not see And it's mixed with Okay 他说呢 他从洛斯科到这个 中国的上海 他有一种文化的冲击 他在过去都会画一些非常老旧 甚至于说没有人注意到的这种场景 不过到上海以后 他所看到的这一切 就决定 他要用一个 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 他的这一趟亚洲之行 所以你现在看到他开始画的画风 跟他稍早给我们看呢 在莫斯科的 是有所不同 他开始用现场去感受 当下 然后让我们在看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些 这种连接 是非常 用在地 那个当下的连接 不是只是 我们去 一种白酒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Okay Yeah so Imagine it's like Everything Kind of same I mean still have cars have people have buildings have sky have ground like everything logically same but everything a little twisted a little different and even what was most interesting for me is like it was different flow like I can I was like first couple like two weeks I think for sure I can like look in the window and see how street move It was like watch a river like waterfall you know because I never see this kind of movement i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ve seen for all my life yeah 因为他 就是有 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来 就是来诠释他的感受 他说他记得 他刚到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曾经在一个 比较高的建筑的窗 往下看的时候 看到下面的这些车啊 人啊 还有建筑 虽然跟他以前画的这些场景 几乎都差不多一样 但是他突然间感受到的是 哇这一气就很像 会动的河流一样 所以这些的车子 这些的人 还有房子 房车什么种 整个环境 就开始有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 那种感受 所以他就把 这个感觉呢 画了下来 so it's kind of also similar to nature like we have trees but how they move on the wind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one tree like this like other will like move like this so so from this moment for me it was like this arise this question it's like what actually is this because like i don't know what this and i tried to find it on the streets try to capture this in my drawings to show other people because because my eyes didn't record video right 他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经验 就是跟你以前他在画这些都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他回归到这个场景就像自然界 当风吹的时候树会动 当我们在那个就是外面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些树啊 这些草啊花 他有一种动线的流动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吸引了他也让他不断的探索 他所到的地 他所把他画下的这些人啊 车啊 建筑啊 还有城市 这种分为的感受 对 是 这种主要的主要是主要的主要 主要的主要是主要的主要 所以从那里我更加彪 我更加彪归 我更加彪归的地方 或者更加彪归的地方 每个时刻都会有这种精神 大家感觉 大家感觉 但是你能够尽识 更加彪归的地方 可以尽量更加彪归的地方 他说他们在画的时候呢 他去捕捉了当下这种现场 的伴受就像我们心灵现场一样 不过每一个物件或每一个人 他精神 或者是他给我们的这种 量能的话都会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呢也非常有机 可以让人在他画这个现场的 同时在我们看着的 也能够感同身受就好像你在 在现场一样的 那样的延长感 他说最重要的是 当你是一个艺术家 或是你想要记录这个当下 你到底在探索中 你想要记录什么 或者你想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那才是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继续过去 Huwei 所以 我去中国 是 我去过去 五个月 我认为 十四个地方 我认为 一整个地方 如果我有时间 如果我有时间 如果我会有时间 我会继续过来 我会继续过来 我认为 早上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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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到了 这个 这个 就是 亚洲之后 这个是到中国 他也开始看 我们的 那个 反送物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有点城市 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看的 那个城市的场景 有高楼大厦 有车来 还让人之类的 可是呢 他也去探索 看到的是 一般人 看不到的 城市的样貌 那这个 就让他开始进行 所谓的 这个 走独的 这个探索 Yeah, so it's like again, if talking about movement it's the moment when it's very quiet and no movement no life and then it's start arise it's kind of unfold and you see from where movement begin you know Very interesting 这就是像我们人生的生命一样 有时候有洞 有时候有静 所以他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 他去感受那个城市的外动 从 从 从 到静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脉络 那个洞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又继续流动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他这一个 他去拜访的 走行的所在 所做得过来 一下 Yeah, so I like to when have some I don't know usually it's happen like occasionally like why I go to this city or another like somebody invite me for project or my friends invite me or anything like this so I I meet Miss Tan and she invite me to Huawei and say like okay I never know about Huawei so I go here and say like okay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draw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draw but then I discover here have many historical spo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start to sketch like go to Tonshin Park to Dj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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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age and then we start thinking about make a project with the boards for story house but more I keep drawing I realize this can be also book right because of he says Herrissimo last summer he pulled out of someola but he came down because he möchte because of his people they don't need to because they get him or what he knows to try to work he will visit our schools because of the community he shared that when after he working he directed him he killedвой he never got him 所以他就決定他要來走走看看 所以他來的時候他發現 哇 虎尾有這麼多歷史建築 他有這麼多可以紀錄可以走 特別是童心公園 就是我們虎尾堂場對面的這座公園 有非常多的老樹跟老屋 然後他也到 我也帶他去看了這個靖國眷村 然後靖國眷村他感受更多的 就是這個自然他怎麼去把這一個 就是應該是說 所以說曾經多年的這個區域 變得非常的一樣 那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就畫畫畫畫了非常的多 那到今天他覺得 這也可以這麼一本書 我說當然啦 所以我們後來就出了這本書 所以我們後來就出了這本書 我一直在想想 什麼樣的故事可以作為書 我不是很好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麼故事 and I think from everything I have in my mind in this moment I think it should be interesting to show this story about exploring city from morning before sunrise so and to show in the book how I come to Huei and 然後開始廣東從深夜的深夜 就是5時35時 因為他很客氣 他說也不是很會說故事的人 但是今天想要把這些畫的圖像 用故事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就會用他慣遊的這種方式 那就是他用圖去進入這個程式 同時他想要告訴大家 他所感受到的是從清晨4、5點起放 然後去感受這整個城市 從鄉鎮、高達臺的沉睡中 讓他的書寫 然後他跟著這一個整個的聲音、脈動 然後去感受整個博威鎮上的所有理解 然後再把這個記錄下來 所以他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那現在他打開這一頁 就是他對這個華為地方的一個GPS的地圖 Yeah, it's a GPS map Yeah, yeah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It's something like making a mirror So I think it's like I was trying to make a mirror in which I reflect Huawei Because it's kind of a mirror with the focus on artistic quality 他說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我看到這樣說的時候 就說這覺得就是我們 這張圖的GPS地圖是他畫的 他說他很希望能夠像一片鏡子 反射出圖尾的樣貌 然後當他這麼做的時候 他就會希望說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去理解他想要表達的 所以這一張圖裡面就是有關他看見的 然後他現在把它放在這裡邊也是可以看見的 Yeah, and imagine it's like you try to understand yourself Yeah, so you kind of thinking about who you are from which part you consist like what is you Sam, it's like what is the Huawei, right? What is the cultural elements Huawei have? What is like energy point of Huawei and like how this energy flowing in the city Yes So and I also believe why also about the morning because you can see strictly directly like how life because like from a long time ago you know like fables and stuff like that Sunrise is like born of new life Yeah Right, like you are awake from death Are you like born? So and you can see how all the city awake and all this energy kind of take energy from Sun OK 他説齁就是 他説齁就是 他説齁這個佛偉症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好像不在探索 就像我們很想探索 了解自己 你會照鏡子 然後他現在呢 來看這個城鎮的時候 他想要讓大家去 就是用一個你走進去 然後你看見的這個過程裡面 從他 從清晨到晚上 從洞到盡 從不同的這個街道 或是不同的這個 記憶 然後去記錄這時候的一切 通常在這裡 他有說 因為為什麼是早上 早上的時候太陽出來 就好像我們的生命開始 是充滿的量 所以他決定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就來談一下 在胡武西看的這個 清醒日出 然後 感受到這些 風吹產動啊 沒有 怎麼樣子 取來逆行 所以整個 震就在這個 陽光乍現的當下 生命就開始 是 OK 所以 我覺得 沒有太多時間 我會說 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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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主要說 要說 主要說 是 這個 濃湖 和 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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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国建村里面有建国建村里面的同心公园跟建国建村 就一点像是这个症的心脏跟它的肺是非常重要的结构 因为你能感受到这种能量的能量 这种能量的能量和創造的能量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各种人类似你的工程师或創作者或創作者或創作者 他们会感受到很好的地方 他们会有很多的能量在这些地方 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量人物存在 那这个地方不管你的身份是你是一个艺术家 你是一个工程师或是你是一个来这边的任何造型的访客 当然我感受到说他这个地方的生命量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启发 他看到了博伟正的这一些老术 看到这个场景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让他不断的 这是因为不断的想要去創作的事情 也认为如果有人来到Huwei 哪个完美的道路我可以建议他 他可以在一天或是快速度 把他能够到Huwei的东西 对吗? 所以我找到这道路 我可以看到这道路 当你走到Tonshin Park 走到这个 Zhomshan 和Linshin路 这就像是一样的 是一个人的 吗? 是这两个人吗? 可以看到吗? 不可以看吗? 没有问题 是一样的 往限 这个圣洞 过程 刚才呢 让我来一下 如果這間店開啟,它會很瘋狂 如果這間店開啟,它會很瘋狂 但是日本人來到胡偉航廠 他們會用這個蔗糖去退去酒精 作為飛機的燃料 所以酒精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跟二雅老師都很希望他能夠很快開放給大家 所以我回到這間店開啟,這間店開啟,這間店開啟 當然還有一年來的廟宇館 所以這間店開啟,這間店開啟 這間店開啟,這間店開啟 是一間廟宇館的水塘 然後你來到Jungle 所以我經過這間店開啟,我經過這裡 我經過這間店開啟 就是他從頭去樓邊復發,走中山路 然後在沿途就看了這個胡偉翼 然後到火銅廳舍,到這個沙漏 然後胡偉記憶庫,布丹戲館,故事館 繼續公安路往北走 就會在這一條水源路的地方 就會看到我們的胡偉水塘以及永翠閣 那到永翠閣之後,繼續往這個關復路的方向走的時候 就會到建國、建村 所以它可以到一個禮拜,可以做一個禮拜或什麼 所以每天都可以去到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因為它到了時候,是很接近我們胡偉的中元節 所以呢,那時候這封間 我就帶它到中山路,我們就去感受中元節的盛況 所以所謂的北基隆藍就胡偉的中元節盛況 也在那個名牌市的四本書裡面被記錄了 還有,我還有這個想法 我不是市長的市長 但我覺得是很酷 如果這條路,因為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 perfectly connects 跟 Sugar Refinery 跟 Jungle Village 如果這條路沒有駕駛 我們可以做這條路 跟駕駛和駕駛 我們都使用它 在這條路上 他說他發現他在走的時候 中山路這裡有一個五分車的鐵軌 那個事實上是還在運作的 每一年這裡的12月份到隔年的3月底 我們的製塘期的時候這條路是封的 然後你可以發現這一個鐵軌 我們如果繼續往西的方向走 就會到同心工人旁邊 那裡有一個 之前就是有包括就是往西羅的 往這個北港的那個製塘的線都會在乎 這個地方交集 所以他的經驗是說如果我們活車不走的時間 這一段路如果成為一個人可以散步 也可以去腳踏車的地方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 跟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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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然後我們來談一下這個高鐵站 這是雲林的高鐵站在乎尾 這是雲林的高鐵站 這個就是它剛...就是看到大車房回陶年 這是雲林的高鐵站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陽光是從這邊照過來 所以這是接近黃昏之路的時候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自然的環境,這個公園,這個公園是非常棒的,我也喜歡這個公園,這個公園是非常棒的,很棒的。 他說,就像胡偉這個自然的環境是一個非常讓他覺得非常美,他也很感動的地方,就是高鐵站也是一樣,他覺得這個高鐵站真的是太美。 我可以看到,我不喜歡描述的畫面,每次我嘗試描述,我會變得更糟糕。 但我可以看到,我的試圖展示這個流動,這個能力,這個地方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是,我們就說,就是像一個箱子在這個世界。 對,他說,他其實不當喜歡講解他自己所創作的這個畫面,因為每一個人看的時候,自然會感受到他所想要告訴你的部分。 不过在这里他特别有提到说 他在创作这张图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希望你也能够 就是随着他的话 就是线条去感受是很像一个界面在两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能是未来跟现在 有可能是从这里到那 那各位可以看到日出跟日落同时都在这个画面里面 他都有试着去做 这个画面去理解这些的可能性 嗯, yeah, so also speaking about the worlds 然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 这张画面你看的是同心公园 here another is my favorite drawing 这张是我最喜欢的画面 嗯,嗯,嗯 here kind of it's interesting thing it was totally blow my mind because I know of course is this uh, fantastic trees which is like like I don't know it's like Narnia or something but uh, you can see here I was uh, very uh, uh, blow my mind it's it's uh, you see how this spiral painting right? and after this it's like uh, following this spiral it was the branch roo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f this tree near so how it happened that uh, uh, nature and uh, artificial objects they have so many interconnections I mean you I I often can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how unmatchable things like, uh, something should be in this harmony they actually exist in harmony yeah and uh, so and it's another example why is this uh, Tonshin Park and uh, Django Village is amazing because they have like uh, how say immense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moment when you can see something you cannot uh, you cannot believe it's possible you know, just what's this like kind of tree cannot see this so I don't know what it's just it's so funny match so funny I mean like uh, scientifically of course it's a match but if we we have some magic thinking and say like no, it's some uh, it's some kind of conversation they have some relationship or conversation yeah uh, Lengang老師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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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your moment he said him Zun he said and he said that he said he said 這種自然跟人 就是後面的這些非自然的這種結合 而且他結合是如此的和諧 很少看到這樣子的情景 所以這也是讓他覺得 非常受到感動跟忽略的所感 特別他有指出這根電線桿 電線桿的下面 他本來我們鎮上就有用這種 很像老虎斑紋的 這樣的一種圖畫的形形 去畫電線桿 然後你看上面就樹根 還有一些質感 他就開始彈 他也在這個電線桿上彈旋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說 他就像一個對話 真的自然和諧 他認為就在這一個公園裡 還有在我們虎尾鎮上的很多地方 都看到這樣的不可思議的一種生命樣子 所以這也是他覺得 非常非常感動的所在 所以我也是在那邊 我拍攝影片給我的朋友 從俄羅斯 像一些他們 botanical的牙齒 他們知道更多的我 他們說是很有趣的 可以看到 所有的生命 自然 各種種種植物 他們可以集中 成為一些社會 他們可以拒絕 一切都在一起,很多人都会相关的 你也看到了一切的检查 或者你能看到了一切检查楼 和别的检查 这是我意思的 比如在每一个农场的空间 是很空的 所有的动物都在一切 和一个匙的 It's kind of sterile It's kind of boring, not interesting No,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this contrast It's like it's empty in one hand In the other hand, it's very how to say Busy in a messy way chaotic chaotic, yes So it's like very noisy and stressful In a nature, it's like It's very complex like have so many information so many process happen so many difference so if I just like let's say I invite people like suggest them to wake up just like be like children or like scientist you know start to look at things and start to ask question and like spend more time because me like I draw I have reason to look for you maybe you find reason for yourself 或者,我可能只是一天花一晚,去玩,去训练, 但当你开始看买, 更多你会见,更多你会发现, 你会会有灵魂的走势。 是的,OK。 她说她们做这个創作的朋友时, 她也拍摄了一些影像。 进回去书,喝给她的朋友看。 就像她稍早有提到说, 她其实很希望透过她的这些记录, 能够让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人 他能够感同身受 甚至于说他也透过他用艺术的方式去诠释跟转移 这个色面量能够让人感受到不一样 他有提到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进化 很多的建筑 还有就是人为的这些空间的感受 它是建造的本身 它其实是比较没有色面量 但自然就不一样 自然它就是你必须要像一个函子一样 当然这个地方完全全心全意的去感受 探索提问 然后你越看就越有收获 那他自己本身在化的时候 当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穿注到这些细节 他的感动就非常 但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是 就是说我们的证明 他每天都会来这个地方散步 他也只花一个小时走一走看一看 可是就不会像我们的美好师 他这么细微地去观察 然后把这一些的感动 这一些的串联 这些生命的量能 全部就在用他艺术 这个创作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感受一种美好 而且这个美好就是像我们 他神秘都像我们天上的一样 所以如果你在乎位 或在乎位 或在乎位 起来 起来 最后一回到你的生活 你会失败很多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就很狂烦 你的生活很累 好 我们下一次来捕吻 或者是你住在捕吻的人 你从来不曾跟我一样 跟人家一样 就是早晨就起来 然后呢 这是一个完全寂静的 这个神志的时刻 然后慢慢地去感受 他整个的生命量 去跟这些树对话 跟这个环境 产生这样的一个连结 你一定要 不然你会后悔 因为这是在看书生 and imagine it's like a reading book when you are too early to understand but after this experience you will think all your life you will also like oh it's so cool I go in the morning now I see something like I never seen before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呢 就好像我们再读一本书 也许我们年轻 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成熟到 我们可以完全理解 不过有章一日 你会因为这个经验 就从清晨到晚上来到这个小镇 去体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个经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会享受非常多的收获 所以我们刚才能拍摄 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车 就像一个车 大家都将每天会 提醒你们解决 前约 进入你的市中 用兴兹 有很可能 有很多的艺术家 会一直到我们 一起来到博威镇 然后一起来发 博威镇上是怎么 清晨是怎么醒来的 是怎么 自然是怎么输醒的过程 我想是一个盛会 他说呢,甚至你说,应该不是只有来画,来走,来感受,记录起,应该是不要来拍摄 因为他也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拍了短短的 影像记录,他觉得看起来是非常的非常的好棒 所以邀务大家能够白扶尾,亲自走到 我们下个礼拜就结婚了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个频率频道的朋友 你一定要想办法邀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不要当天就来回 要跟他一样住在这里,跟他一层四点半就起床 然后呢,把这整个的古葵镇去印好他的感受 他书上所说的这一件 那是很棒的 那我们故事咱俩一本 对,因为结婚后呢 我们故事馆还是要邀大家先预约 才能够来这个故事馆参访 不过到童馨公园不用预约 户外的话呢,只要保持社交距离一公尺以上 还是要戴口罩,要是当管啊,你就必须要议约 跟这管内我们的这个限制是1.5公尺 就是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 还是要两集网站一般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10点40分 然后我很想要邀今天在线上的朋友 也听了我帮忙翻译的这一些 那样老师他的观点,他的故事 你能要什么要来告诉 那个今天的工作者 就是我们的 你的宿管艺术家,原老师 我们在开启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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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先回答一下 好,请问 请问 请问那个云民高铁站是否先开照再回去的话 好,好 好 第一个问题是 当你做这个 开启发 嗯哼 你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回家 啊,是的 这个车 我做了一张照片 因为我其实在工作 然后很累 然后车是移动 好,当然 他说 因为那个 已经 我们家有的公司 因为车 这个高铁站 还没办法 四五天天 所以他是有他的 在的状态 对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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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我只是 聊聊聊天 或者拍摄 我喜欢拍摄 比较比较多 就是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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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你需要 用几个照片 你不能用只用一照片 就是没有 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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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 draw 一张照片 所以 所以 如果我 draw 一张照片 我做很多 很多的 所以 会有不同的 角度 然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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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很明显 在实际上 你可以走 看看 你可以看 每个照片 然后 当你工作 一张照片 已经准备了 准备了 don't look so fun 所以有些是需要這樣的合成 因為這個就是他自己本身就覺得 你一定要親自去感受 你才能夠去發出 其實你拍的照片也是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這樣 可能他在不會待多久 能畫出這樣的會 故事譬如 第一頁GPS那一道 好,有人會來問 好,好,很久 你會把你做這個 太多,應該要做這個 多久 這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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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不記得 一個幾天 多久 但是我記不記得 因為有幾天 我記不記得 我記不記得 但我記不記得 我可以畫這個在幾個小時,如果是興趣。 但我完全不記得,我用了Google Maps從天上去看。 他說如果他認真畫的話,大概一兩個小時就可以畫。 但是通常在現場畫的時候,他會有不止一個鏡。 所以他在畫,他也不大記得,大概是一天畫兩天。 但是他同時會有不止一張圖在進行。 而這張圖是他先用Google。 先Google他的地方從上面看下來的那種圖片。 然後再透過漂亮亮的繪紙。 上面進去看到一張圖。 沒有。 沒有。 要買書? 要怎麼買? 有人問書要怎麼買? 書可以直接。 然後我們的MV或者是群組打電話進來也可以。 或E-mail或是在網站上也可以告訴我們這個訊息。 就是雲林故事館這邊有這本書。 而且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好好地正常這一本。 因為這裡面有雲林縣。 最高密度的歷史建築。 那這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我當時是用文化部的經費來製作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E-3人教育經會。 能夠讓我們在這裡有這樣的時間跟訓文。 可以介紹這些顯為人知。 但經常非常的好故事。 那也希望你會用你的行動。 就是買一本書來支持這樣的一則創作。 而且大家都會說, 其實在我們的現場其實有非常多。 有關台灣自己世界各種城市的畫作。 一定要想辦法一邊寫來看。 因為絕對不需執行。 然後這一次的助館從8月1號開始到11月中旬。 之後我們還有可能會找他們不同的畫作。 會就是分享到尾巴。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得到近國見村。 所以一路出版這一個名牌。 希望能夠分享我們再次的知識跟這一些。 記錄我們的觀點。 給更多的朋友。 所以你一定要來, 要記得, 上面兩個月都是全場。 然後這些本書要先看。 讓我們以後, 你可以有辦法去吸血的品味。 你很好用它第一次出到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新鮮的感受跟它的視野。 以及它無法透過藝術。 來透過我們帶領這個中國的路線。 那我想再看看給先生的朋友。 有人問說台灣跟俄羅斯最大不同是什麼。 他覺得在創作共美。 在創作這些圖畫的過程。 台灣跟俄羅斯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在創作這些圖畫的過程。 台灣跟俄羅斯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在創作共美。 他自己在創作共美。 他自己在創作共美。 在創作共美。 請教授問的是他的放鬆風格。 還是他心裡感受。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問題。 還是請提問的人。 可以直接說話嗎。 。 對。 對。 人們想知道你的認識分別在俄羅斯上和台灣。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kay. Like one is different architecture in my home town. In Russia, it's hard to say in whole. I will just say about my hometown, it look more like Europe. Okay. We have this mainly like historical kind of buildings from stone. and how to say in taiwan environment is I don't know it's hard to explain I can see more people live on this outside on the street maybe like small shops small is how it's called shouchi right so you can see people do something outside crafting or conversation or somebody open doors forst floor and he just sit outside and open all this in russia it will be looks like more everything more close and you can see only let's say official parts more official xd you can see more corporation in russia othor in russia ident IN russia s s 用石头建的那种房子 或是建建筑都蛮大的 然后看起来会是比较正式一点 然后能不能也不会像我们台湾 会坐在外面 拿一把椅子坐着看街景 或是看的人走来走去 在台湾街有非常多的生命 是非常的有机 比如说人们会在路上买东西 有小吃 可能也有很多人在逛街 滑车骑 车开这样子 在他的活度会比较是一个比较静快 也许有一点点 但大部分的时间是 他会觉得是比较远起一点 用像我们这里比较生活这样子 ok great because it's 1050 I'd like to ask you if you could tell the people online today about your experience in Taiwan what would you tell them because I think lots of Taiwanese people may not hear or see their own country or own lifestyle or whatever in a way that you see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remember you talking about tongxinggong you tripped to buwei zheng you thought these places like paradise somebody was asking you and I think most of Taiwanese buwei nings probably were not yeah maybe you can say young people they can sometimes look what older people do and learn from them steal some tricks you know like for example how to go in the morning and do exercise in the park don't don't wait when you like became like 90 year old to go to park you know 政策 ke when you would know un bu fatigue よね entre pop j000 nz ko No arriver スペシューを screwed 有一點能一起去運動 學習他們這樣的生活方式 可以活到八、九十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去進行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剛才想要跟他來談談 然後現在我相信大家還在線上的這些朋友 可能已經聽了我們的對話 或者是這個翻譯的過程裡頭 有很多讓你瞭解的你對自己的鄉鎮 或是所生活的所在 需要更用心的更細緻的去觀察 然後去感受的 不過我還是覺得今天應該有人發言 就是你們都喜歡用鞋的 我們在那邊講了半天嘴巴都關了 有人問老師這一套這些書有整套的嗎 有然後這些書 他出版的這些書就是屬於 一種叫做數位的少量印刷 那就是他們只會印 就是你買了才會印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怎麼會有人買這些書 這樣你寫過 中國、台灣 可以找到我網站 可以找到他的網站 It's just myname.com 在这里聊了半天 你们看的这些都觉得好精彩 也希望你有机会的 能够就是用行动去支持哪一本 然后往后的去看 我也非常希望加信他的朋友 可以简洁我们的文件 把你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感受能够分享给工作者 那长长有一个人要说话 请问是 我认识我想要问 话题 嗨仁亚,我是Wayne 谢谢您的分享和你的画面 我觉得你的画面让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里的美丽 所以我将将在未来的早上的城市 我认识你的画面 我认识到这里的美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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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邀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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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